临近晌午,考核中场休息,黎翘和商誉来到公馆外的露天平台,不多时,洛宇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中,他一个人站在半山草坪附近,夹着手里的烟,不断地吞云吐雾,洛宇抽烟的速度很快,一根结束又点了一根,似乎有些心烦意乱。 洛宇这几年过意顺利,这次考核的打击,难免让他有挫败感。 这也是你故意安排的。 不完全是,是他自己骄傲自负,才会取得这样的成绩,怨不得人。 上午结束的四项考核,洛宇综合排名第三,这样的成绩,确实令人意外。 洛宇要是听见你这样的评价,估计会把那一盒烟都抽了。 商誉幽深的谋划过一丝笑意,将手机推到了黎翘面前。 看看这个,女股神的照片,查理斯找到了。 一瞬,黎翘心跳加速,黎翘仔细观察着照片,也许是年代久远,画面中的很多细节都变得模糊不清。 唯一值得注目的,便是黎翘和对方眉目间的轮廓,略有重叠,但也仅此而已。 若说相似,大抵是眉眼神情都散着不羁和轻狂。 燕爷,像吗? 不像,你独一无二。 照片能放我一份吗? 商誉接过手机,顺势就将照片转发。 傍晚,六点半,四大助手的考核临近尾声,洛宇综合排名第三。 在贪心他? 贪心道不治愈,我反而觉得这样的结果,对他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,说不定下一次他又能经验全场。 那就三年后,拭目以待。 月夜皎洁,公馆四周亮起了昏黄朦胧的灯灰,半山草坪附近。 要不要再给你拿一包烟? 李小姐,怎么是你? 我不来的话,你打算一直抽? 让李小姐看笑话了? 这不算笑话,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了两个小时,是接受不了今天的考核结果吗? 就算接受不了,也没办法改变啊,确实是我记不住人。 你想过原因吗? 什么原因? 你不是记不住人,而是争强好胜,太想赢了。 因为你在意输赢,所以考核的过程里才失了水准。 今天正常考核下来,你多次分审去关注其他几人进度,这么心浮气躁,注定会失败。 记不住人就是记不住人,李小姐不用帮我开脱。 你说得这么惨,居然还认不清现实。 李小似乎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,转身就往回走,就当聊了个寂寞吧。 李小姐,如果是你,还能这么坦然面对吗? 为什么不能,巅峰即低谷,这个道理你不懂吗? 洛宇泽愣在原地,久久无法回神。